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够在55岁有尊严的退休 塔利班下令关闭阿富汗美发店和美容院 超过6万名女性或失去工作 在瑞典的基拉克驻斯德格尔摩大使馆前 蔡塔克兰金引起全球穆斯林的踏伐 外交部昨天召见瑞典驻马大使 佐阿基姆·伯格斯特伦 也表达大马政府对于在瑞典 发生涉夺克兰金事件的强烈谴责 我国外交部在奉门告中表示 在这一次的会面中 外交部向瑞典驻马大使强调 考虑到国际社会多元宗教的敏感性 因此必须负责任的观测言论自由 外交部重申大马政府对瑞典政府 以言论自由为借口 一而再再而三允许 亵游亵渎克兰金行为感到失望 并反对这样的行为 声明指出 虽然男子这一次没有成功焚烧克兰金 但这种踩踏克兰金的挑衅行为 显然引起众怒 冒犯了世界各地数百万名穆斯林 对此外交部促请瑞典政府 重新评估言论自由的概念 并立即采取措施和必要行动 以终结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外交部还说 不尊重任何宗教的行为 都有可能煽动仇恨 并影响宗教之间的 和谐与和平共处的文化 即今年1月和6月 这已经是瑞典在今年内 第三次发生亵渎克兰金事件 由于布满瑞典境内 屡次发生亵渎克兰金事件 由57个国家组成的 基斯兰合作组织 决定暂停瑞典特使的指负 基斯兰合作组之秘书长 胡塞因基布拉辛塔哈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基斯兰合作组之秘书处 已通知瑞典政府 决定暂停瑞典特使的身份 声明还指出 秘书处将尽快召开 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 以继续审议相关问题 这起事件的导谱线 源于本月20号 瑞典警方批准议场 在斯德格尔摩大使馆外 举行的集会 示威者原本打算焚烧克兰金 这也是瑞典境内 自今年1月和6月 第三次发生 亵渎克兰金事件 伊斯兰合作组之指出 这种公然亵渎克兰金的行为 被视为是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 对伊斯兰教进行反复攻击的 一种形式 该组织重申 焚烧克兰金 并不是对伊斯兰恐惧症的 寻常事件 因此需要在演变成宗教仇恨之前 进行打击 该组织还强调 务必遵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最近通过的决议 以解决煽动宗教仇恨 歧视 离异或暴力问题 上个月 一名中国旅游客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被禁止入境 最终在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 达多斯利·张庆幸的介入后 引起轩然大波 国会人权选举和体制改革委员会 昨天对次召开听证会 国会人权选举和体制改革委员会 透露 听证会讨论了有关 游客被禁止入境 民众对禁止入境程序的投诉 以及在现有制度外 提出对法律的改善 基于有关案件 还在接受警方调查 张庆幸不便发表任何声明 因此没有出席听证会 同时没有委派代表出席 该委员会表示 听证会程序 不会触及反弹委会或警方 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认为旅游部有必要出席听证会 并向委员会提供证据 该委员会将在26号 再召开两场听证会 交通部和大马机场控股公司 内政部和移民局将出席听证会 前朝政府允许国人四次提取公积金印记 导致许多人的公积金存款越来越少 甚至影响他们的晚年退休生活 财政部副部长达德斯里·阿玛玛斯达表示 大马人的公积金存款 至少要有24万令吉 才能够在55岁有尊严的退休 计计这笔存款 足以让退休人士安享未来20年的生活 240,000 一个 RM1000 阿曼马斯兰建议国人可以通过 埃塞的案自愿缴纳公基金计划 增加公基金存款以保障万年生活 卫生部自立向国人提供良好的技能服务 部长 Zaritha表示将尽快添付 医院或诊所因医院导致后出现的空缺 他承诺卫生部会时刻关心和监督全国各地的 医院和诊所医院导致的情况 Zaliha是在佛罗教育巡事 苏丹后玛利哈医院后这么指出 我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写下今年首六个月以来最低记录 大马统计局指出上个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经营部放缓至百分之二点四至一百三十点四点 而去年同期则为一百二十七点四点 大马统计局首席投计师 迪德斯·莫哈马·乌吉尔指出 我国六月的通胀率之所以放缓 主要是因为餐馆与酒店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 家具 追加用制 以及日常追加保养增长按月减缓 此外六月的通胀增幅是源自杂项商品和服务 医疗和教育指数的上升 不仅如此 住家 水 电 燃气和其他燃料 以及娱乐服务与文化指数也是出现增长 个别分为百分之一点八和一点六 至于周数的通胀率 莫哈马·乌吉尔表示 有十个周数是低于全国通胀水平的百分之二点四 其中 作为直辖区的难民 上个月的通胀率最低 只录得百分之一点二的增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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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人生有一万种火法 但只有心存热爱 才能来日方长 在理想与现实 工作与生活 理性与感性的挣扎之中 青年们究竟如何 如何在自己的行业里 寻找答案 欢迎回来有国际新闻 来关注邻国的选举情况 泰国新一任首相一直未有定案 来自前进党的党魁皮塔 之前被拒绝二度提名 监察员办公室认为 国会的决定存在委宪之余 将案件交由宪法法庭裁举 并建议暂停国会的第三次首相选举 皮塔13日 在泰国国会的首相选举中 未能通过上下两院的过半知识 与首相宝座擦肩而过 19日的第二轮选举中 八党联盟再一次提名皮塔 为首相唯一人选 却有议员根据议会常规 表示议案被否决后 不能够在同一期的议会中再提出 经过辩论 半数议员投票反对皮塔 被第二次提名 随后有学者与前进党议员 向监察员办公室陈情 认为国会19日的投票 违反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监察员办公室开会后决定 将这一期案件送到宪法法庭裁举 并建议法庭暂停原定27日 在国会进行的第三次首相选举 镜头转向柬埔寨 柬埔寨23日迎来全国大选 这也是该国自1993年 恢复民主选举以来 第七次的国民议会选举 由原任首相洪森执政38年的 人民党声称 尽管还未决定赢得的议席数量 不过人民党却高调宣布 在本次大选中大不选胜 柬埔寨目前已经展开计票工作 正式结果会在8月9日公布 这一次的大选 共有18个政党角逐国会125个议席 除了洪森领导的人民党 其他17个政党都缺乏影响力 而最主要的反对党 烛光党 则被取消了参选资格 1979年执政至今的柬埔寨人民党 2018年大选囊括了所有议席 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政权以来 女性或妇女问题一直受到国际关注 自去年禁止女性进入大学之后 塔利班再度钳制阿富汗女性 下令关闭全国的美发店和美容院 一万两千家由妇女经营的美发店 将在本月关闭 六万名女性或失去工作 中文字幕提供 自塔利班从美国手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 便一点一滴地削夺女性权利 从去年颁布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塔利班当初的承误显然已经荡然无存 关闭美发店的这项决定将影响当地超过六万名女性的经济独立 朝鲜距离上一次发射弹道导弹才短短五天 昨天深夜 朝鲜再一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朝鲜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 两枚导弹在飞行大约四百公里后才坠海 其中一枚落入这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 韩国军方昨晚11点55分而今天凌晨 侦测到朝鲜从平壤附近地区向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军方正在分析导弹型号 而日本防卫省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就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同一天早上 美国核动力潜艇安纳波利斯号 在韩国冀州海军机地靠港 相信朝鲜这一次发射导弹很有可能是表示抗议 本月18日美国弹道导弹潜艇坑塔基号 时隔42年再度访问韩国 结果隔天19日朝鲜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之后又在22日发射多枚巡航导弹 分析认为朝鲜可能意在展示 也有能力打击朝鲜半岛全境和在日本的美军基地 原本满怀期待到国外旅游 结果当一切准备就绪 却遇上航班严重研布 确实会感到十分沮丧 一些航空公司对班机研布的处理方式 更让乘客怨声载道 越南交通部制定一项新规定 假如航班研布五个小时或以上 需要向乘客全额退款 如果航班掩布两个小时或以上 航空公司则必须为乘客提供合适的航班时间表 根据最新规定 航空公司必须免除乘客 更改行程或与航班有关的任何条件 与附加费 至于未使用的机票 越南交通部规定 退票金额相当于旅客所缴纳的机票价格 这一项最新规定将在9月1号开始落实 自从被全球首富马斯克收购之后 社交平台推特频频改革 如今推特再有新动作 马斯克宣布将推特的商标 改为英文字母X 意味着伴随用户多年的蓝鸟商标 和推特这个名字正式走入历史 提到推特商标 大家的刻板印象肯定是一只浅蓝色的小鸟 不过这个商标即将要跟广大的推特用户说再见 推特总执行长马斯克宣布 推特的商标将要转换成英文字母X 并暗示这个新商标很快将要面试 去年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 并在今年4月将推特公司更名为X Corp 由指这个改头换面的平台 将会提供金融服务的多方面应用程式 犹如中国的微信 实则上自马斯克掌权后 推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包括推出收费认证服务 以及前阵子的限制浏览等 让用户的体验感大大减弱 眼见推特改名为有着无限可能寒意的X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 这反映了马斯克想创建 与中国微信相类似的超级应用程序 而这一次更换蓝鸟商标 意味着是对公司进行形象重塑 可能会进一步让曾经忠实的用户 产生疏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